有不一樣故事的聲音 每一個人都有他感人的故事 每一把聲音都有要關心的地方 每個月不一樣的人物 每個星期不一樣的故事 帶來不一樣的觸讀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十三篇人間有情 王葉仲平博士 摸著茶杯 同你情緒 聊聊天 情深 心情 家居抗疫的反思 在2019至2022年 就是今年 新冠狀病毒確診的個案 持續不斷在世界各地急升 很多的國家都採取了居家令 禁止民眾在公眾的地方集結 因為有這麼多的壞消息 很多人為了自己的安全計 甚至他們選擇自我隔離 遠離人群 其實在這段時間 大家的生活都產生了很多微妙的變化 你想想 以前一直說的東西 現在沒得說了 你一直要去的地方 現在沒得去啦 現在可能做不到 好或者不用做了 以前很介意的事 一下下變得可有可無 在生活上 我們被打斷了很多 很多事突然煞停了 甚至亂了大龍 不過有些事又靜靜地發生了 你有沒有留意你身邊的人改變了 社會都不同了 心理學家就說 習慣是由環境所造成的 傳說說要培養一個習慣 只要你堅持21天就可以做到的了 有一位很有名的行為心理和教育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他認為環境因素很重要 不過各個人他習慣的形成 都有不同的時間表 在習慣的形成上 我們也可以仔細地去觀察一下自己 下面有一些問題 你試一下回答一下 看看會不會幫助你對自己有一個新的認識 第一 在這段時間 你會不會主動接觸哪一個 你接觸的人 亦都是你體重的人 在這些人的身上 你會否看到自己的影子 第二 在家裡的時間多了 你會做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是你平時很忙的時候不會做的 但是現在 你會把它拿出來做呢 而這些事情會不會其實你一直都很想做呢 第三 我們在家裡 很可能我們都會收拾一下這個 收拾一下那樣 特別家裡的雜物 你會不會都有一些取捨 有沒有一些掙扎呢 在你取捨的時候 這些掙扎又代表什麼呢 希望上面這些問題 可以令你有機會看清楚你的需要 和你的價值觀 環境雖然時常改變 但其實裡面最真實的我 仍然是那個 所以當環境改變的時候 我們看自己的反應 我們就有機會對自己有一個更深的認識 我希望這些問題可以幫到你了